好的 那本週基本上還在這個西南季風的影響之下 不過呢 在其中的週三到週六 是雨比較多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從電腦模擬可以看出來 就是在今天到明天 是這個颱風 在蘭恩颱風侵襲日本的最影響最大的時間 那後天它就進到這個日本海了 那這樣的形態呢 明天的天氣跟今天是很類似的 就是水氣比較少一點 但是在清晨中南部還是會有下雨的機率 那在午後呢 也有一些小範圍的這個強對流會發展 不過到了後天 也就是週三開始呢 這一個台灣附近的這個水氣就多了 那到時候降雨的範圍會擴大 那這個強度也會增強 裡面呢 還是會有大雷雨啊 劇烈天氣發生 所以就是從週三開始到週六 這一段時間要特別的注意 那從下週日開始呢 又會恢復一段時間 天氣稍微穩定下來的一個狀態 不過都還是有午後雷勝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今天呢 從雲圖上面就可以看到 在台灣這一個午後還是有一些對流發展 那主要今天呢 是在範圍並不是很大 主要是在中部這一帶 那我們從這一個雷達回波呢 也可以看到就是下午的這一個降雨回波 可以看到比較強的部分呢 就是在中部這一帶 所以今天呢 氣溫呢 北台灣 當然呢 這雲圍面的西南部 這裡也是有一些小範圍的這種 比較強的回波出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今天實際上的降雨 就是在南台灣呢 他這個雨其實是從清晨開始 就已經斷斷續續都有在下 那在中部的話 這主要是在下午過後 這個比較強的對流發展起來 所造成的 所以今天呢 氣溫呢 北台灣因為都在 這一個比較晴朗的狀態之下 所以台北這裡氣溫還有達到37度 那在中部南部的話 就是比較雲比較容易這個發展 所以氣溫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 基本上跟今天是類似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明天的清晨 在中南部這一帶 還是會有一些陸風造成的這種降雨 那到了午後呢 這個對流會發展起來 這一個比較容易長起來的位置 還是在苗栗以南的部分 那北部可能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那未來的天氣呢 可以看到從週三一直到週五 甚至於到週六呢 這個西南風的所帶的水氣 就比較多了 所以他這一個 這個對流的這個影響範圍會比較大 而且強度也會比較強 雖然午後的發展的這一個強度 會比其他時間還強一點 不過就是他並不是只有午後會發展而已 所以而且裡面會有一些劇烈天氣 跟這個大雷雨的現象要注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這個氣溫 就可以看出來明天跟今天一樣還是很熱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氣溫 在未來幾天就有降下來 跟中南部的溫度就比較接近了 就表示這個下雨的下雨的形態 不只是中南部了 連北部甚至東半部都會有一些 像雨的這種狀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明天呢 就是中南部的清晨 開始就會有下雨 那在比較偏向午後的時候 就是在苗栗以南的地方 大致上都會有一些 這種午後下雨的這個情形 裡面還是會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雷雨 所以還是要注意氣降局的特暴 那從周三開始的話 就是水氣增多了 所以這個降雨的強度會增強 影響的範圍也會擴大 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大雷雨 它所伴隨的劇烈天氣 就是包括雷擊、強風 以及瞬間的強降雨 以上是最新的資料